2020年10月28日,光之兄弟群体,帮地球母亲消融负面能量壳,传导,莫尼克,马修,艺者,卢颖。 问,你们说过地球被包裹在一个由人类集体意识形成的负面能量壳中,请问我们怎么才能帮助地球从这个壳里解放出来? 光之兄弟,你们的地球的却被禁闭在各种负面想法之中,这些想法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痛苦的能量壳。 若要消融这个壳,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你们的善爱意念发送给地球,你们可以把金色光发送给它,观想它周围环绕着一圈金色光运,也可以把尽可能明亮的白色光发送到地球周围, 观想你们的地球母亲变得极其明亮,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芒,同时尽量观想地球处于全然的和平之中。 如果能经常做这个功课,你们就会大大帮助地球的转化。 当你们聚集在一起做这项功课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共同发出的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给地球提供巨大帮助。 你们的地球母亲正在重生,她将在能量方面变得与从前完全不同,就像你们人类和这里的众生一样。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自己可以给地球提供巨大的帮助,那么就去做吧。 这是个简单的功课,不要用头脑把它想得太复杂,你们越是头脑化、复杂化,就越难以达到目标,尽可能简单地去发送圣爱吧,这样你们就能成功地帮助地球母亲消融她周围的负面能量壳。 问,当我们感到不被亲人理解时,感到自己有些另类时,这真的很痛苦,你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开导开导我们吗? 光之兄弟,的确对处于宇宙意识和精神大开放状态中的人来说,看到自己的亲人仍封闭在蒙昧之中,封闭在不愿进化的状态中,这是很难受的。 当某些事件快速出现在行星地球上时,很多过去完全不对灵性开放,不对宇宙意识开放的人会一下子开放自己,那就像是一次爆炸,某些人肯定会被吓住,会完全被恐惧的能量困住。 是你们选择了自己的家人,好让他们一点一点产生觉知,即使亲人不肯听你们的,他们内在的某些东西也听得懂你们的话,而这会对他们非常有益。 尽管他们有时把你们当作怪人,但你们的行为表现,从容安宁,欢乐和圣爱会促使他们思考,这些态度可以使他们彻底发生改变。 如果你们以很多的神圣之爱,神圣智慧来回应他们的批评,那他们就算不理解,也会加以思考,也许一下子就发生了转化。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兄弟,父母处于何种灵性水平,现在他们似乎是完全封闭的,可没准而在很短时间里就会开悟且进步很快。 多向他们发送圣爱吧,直接请求天父向他们指出圣光之路。 即使你们的亲人并非命中注定要在此生向宇宙意识开放,他们也会有很多声势可以去领悟,去进化。 当你们将来处于其他层面上时,可以用自己的圣爱去帮助他们,一个意识大大开放且处于五维的存有,可以很容易在无形中帮助那些仍在三维停留和做功课的亲人。 假如周围一切没有像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发生变动,不要太难过,你们只需尽最大努力对自己的各种想法下功夫。 要尽量少怀有负面的想法、情感和情绪,尽量在意识上使自己提升到这些能量之上。 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为自己和亲人尽力是多么容易,圣光与圣爱会给你们力量。 你们这些已在冥想方面大有进步的人应该做的,是在冥想时向这个世界发送圣爱。 即便没有瞄准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只是把自己全部圣爱和金色圣光投射出去,这圣光与圣爱也会前往他们该去的地方走向最需要他们的人。 在这个大转变的时期,我们请所有已开放意识的人们做这项工作,你们向所有人,向全世界,向你们的行星投射的圣爱是一份祈祷。 这是祈祷中最美好的一种,即便没有支言片语,这股能量也会被每个人内在最美好的部分发送出去。 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巨大潜能,不要再省睡了,行动起来,你们全都有行动的能力,有圣爱的巨大潜力,得由你们去运用这潜力,去意识到它并对自己抱有信心。 你们是卓越非凡的存有,是神圣的光之存有,这是真的,那神圣之光就在你们每个人内在闪耀,尽管它被种种退化性能量遮盖住了,全靠你们让这神圣之光成长起来, 使它彻底照亮你们的存在,希望你们意识到自己之所是,不再抱怨自己的命运,而是说,我的使命很奇妙。 尽量后退几步去看周围的世界吧,尽量用另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即使这在你们的工作场所,人际关系中难以做到,尽力去工作吧,让自己稍稍超脱于种种事件之外,超脱于生活体验之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